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姐 你刚才是不是以为 什么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今天是来跟你汇报我接下来的行程的 说说吧 我下周要准备参加大数据比赛 可能不能经常来见你 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先忍一忍 不要太想我哦 我下周还要比赛呢 你好好学习 我才没空想你呢 你真能忍住不见我 就什么忍不住 也是 反正你又不是没有偷偷来学校看过 那我们打一个赌吧 怎么赌 就 这一周 如果谁偷偷忍不住 去看对方的话 谁就输了 那能打电话吗 不能 放一信呢 不能 视频聊天总行了吧 当然不信了 那我赢了 有什么好处啊 你怎么知道你会赢 说不定我赢了呢 那要是你赢了 我就陪你去旅游 那我输了呢 那你陪我去旅游 不是这 这算来算去 都是你啊 难道你不想吗 我 总之我会赢的 到最后我说了算 好吧 那 干了这个豆本豆 我们下周再见 我走了 学姐 想我的时候不用太逞强 早点认识说也没关系呢 我真的走了 你走吧 那你倒是先放开我呀 读业还没有开始 让我再抱一会儿 打赏 马导说你把比赛的歌给换了 什么情况 我跟我逆选了同一首歌 他行程忙没有时间排练 所以我就让给他了 你就这么轻易地让给他了 还有三天 你却要临时换歌 好人是这么当的吗 他来不及你就来得及了 本来我选那首歌也有点犹豫 我一直都想改变冬日的初误 可是还有三天 你就要上台比赛了 你哪里来的时间 再改歌 再练歌 时间来不及了 秦姐 我想试一下 这首歌情绪依照编曲展开 咋要这么改 还真不如原创 这首歌反复叠加的编曲 本来就很难以为 现在又要在这基础上做改编 真的太难了 就是因为有难度 所以我才想要挑战 试一试吧 单车变摩托 不行 这段节奏太平了 根本烘托不了气氛 干脆把后半段不要了 变起重生做呗 不行 那样会完全破坏了层次起伏 我的诉求很简单 在不改变歌曲风格的原则下 让声音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充分地利用这个摇滚的元素 让这首歌达到最好的现场发挥 道理我们都懂 但是 能不能做得到是问题 啊 别着急 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次新的尝试 我们再试试 我相信可以的 拜拜 我们再重来一遍吧 珊珊姐 希望你都认出来了 学姐的朋友不多 你是她最常提起的一个 她总跟我说 你们一起玩音乐的事情 你这是刚来啊 还是要走啊 走了 她最近挺忙的 不打扰她了 那好走不送啊 忙到事 咱们赶紧进去吧 走 进去 喝汤了 谢谢你 那你的 这谁这么贴心啊 简直雪上送炭的 喝你的汤子 来 等完安咧 给我留一份 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 加油 爱你 我没有违反约定哦 珊珊 你怎么来了 这儿还有一个呢 你看不见吗 我们路过 就顺便过来看看 快过来坐 来 走 喝汤吗 喝呀 鸡汤 马老师你也来点 我吃过了 没事 两碗呢 我给你搁着呢 你们编曲编得怎么样啊 一直没有一些好的想法和编曲 至少 要不 你帮我看看 就看一小段 我来 我去 买 我去买